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3月3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能演的会员网站开通了 域名是3w.财经能演的全篇.com 里面可以收听能演各期节目的音频文字 还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 谢谢大家收听 今天是3月3日 是中国存量房实施房贷利率机制转换的第三天 从今天开始 截止至8月31日 那么如果你有房贷的话 你会露宿的就收到 接到银行的电话 银行就喊你过去重新签订房贷合同 那么这场转换涉及到29万亿的资金 涉及中国所有居民基本上 可以说是房贷一族必须要过的一个程序 这种转换规模和工程量是历史上少见的 而且这也意味着 过去传统以基准利率为毛的方式逐渐就被取代了 大家贷款的时候 基本上采取的是基准利率打折的方式进行房贷 就是说在以前 都是说在基本利率上打9折7折8折 对不对 有的打1.1折 那么现在全部实行所谓的以市场为基准的LPR利率为毛的房贷利率 所以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 这将更符合市场自由机制的建立和房地产脱钩实体经济 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 重新签订房贷合同呢 必然是要非常谨慎的一件事 因为这涉及到一辈子债务的管理 所以在签订合同之前呢 每一个背负了房贷的人呢 都在期望利率能够下调 期望自己能够少还钱 可以说这是人之常情 对不对 从前天开始啊 每个人就都要考虑到底以什么利率的模式来还钱呢 是选固定利率呢 还是说选以LPR为基础的浮动市场利率呢 到底以什么模式来还贷 可以说对每个人是最有利的 这是大家都要考虑的问题 关于房贷利率的转换啊 很多人都在讲 很多人呢 也没看懂 那么到底这次该怎么选择 今天啊 我就在这里和大家集中的讲解分析一下 由于这一块呢 涉及到银行的利率的一些算法 可以说比较复杂 但是呢 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话呀 跟大家把这个解释清楚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让大家能明白这个过程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LPR的利率是什么 是怎么算的 这是我们这次啊 弄清楚房贷利率来换毛的前因后果中 必须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LPR利率它到底是什么 它是怎么算的 这样一个问题 LPR这不是一个新鲜词 但很多人呢 仍然不知道它的含义 那么这里我再次解释一下 LPR的利率啊 它的学名呢 叫贷款基础利率 定价机制采用的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加点的方式 这里说的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啊 基本上就是央行的放水工具 MLF 它的产生流程呢 就是18家报价的银行 在MLF的基础上加点 去掉极值之后呢 求平均值所得 算法呀 其实很简单 就是LPR等于MLF的利率 加上加点 就是这样一个等式 大家看一下图片就可以明白 MLF呢 俗称呢 麻辣粉 就是央行给经济的注水工具 商业银行将有价证券呢 提交给央行作为质押 那么央行就把钱放给商业银行 它就是这样来放水的 麻辣粉的利率啊 就调低一些 多注点水来刺激一下经济 如果经济过剩呢 存在泡沫 就调高麻辣粉的利率来抑制经济 所以说加点呢 主要由18家商业银行决定 是综合考虑到市场的利润和风险补偿来确定的 就算听不懂啊 大家也没关系 你只要记住啊 LPR啊 是在央行的麻辣粉的利率的基础上 每个月由18家商业银行 根据市场情况报价来决定 所以最终的话语权呢 它是归央行和市场 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 房贷利率的算法已经出来了 房贷利率就等于LPR的利率加上加点 那么这个房贷利率的加点呢 和刚才LPR利率的公式中的加点 它是不一样的 现在这个加点 就是房贷中的加点呢 它是政策加点和个人加点 什么意思呢 政策的加点就是说 这段时间如果楼市太火了 房价在飙涨 那么央行想调控 它就多加一点点数 它的利率就自然调高 楼市如果太冷了呢 中央想刺激一下 那么就减少一点加点 让它利率比较低 这样就达到了刺激楼市的效果 这是政策加点 还有一个就是个人加点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 银行啊 就会考虑到利润 你的真信 流水测评你的经济偿债的能力 如果你的信誉比较差 偿债的能力比较差 它的加点呢 就会高一些 利率啊 也会高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款能力差 那么银行贷款给你 你的违约风险也就大了 它提高利率啊 是对银行承担风险的一种补偿 所以你从银行啊 签订房贷合同 最理想的利率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加点是零 不加点 你的利率就最低了 前提是政策比较宽松 商业银行认为你是优质的客户 那么这种情况 在一些地方啊 可以说已经出现了 比如说近期的上海啊 它的利率就低到了4.82% 可以说非常之低 接近理想的状况 不加点的状况 那么有朋友就会问呢 以前我也基准利率为基础签订的房贷利率会如何变化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聊的第二个问题 之前的利率机制就是啊 房贷的利率等于基准利率乘业括号 括号里面是一加上浮动 就是这样一个公式啊 那么现在的利率机制就变成了房贷利率等于LPR的利率加上加点 那么怎么转换呢 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在2018年呢 如果买了一套房 它的利率是上浮10% 那么你之前的房贷利率啊 就是基准利率乘业括号 括号里面是什么呢 一加上上浮 这个上浮指上浮的点数啊 那按照现在基准利率是4.9%来算呢 你现在的房贷利率啊 其实就是说4.9%乘业括号1加上10% 最终结果是等于5.39% 那么这个5.39%就是你真实的贷款买房的利率 5.39% 那么现在呢 要进行转化了 有两种转化的方式 一个是转成固定利率或者是LPR的利率 固定利率啊 直接转化就完了 就是5.39% 这个是不变的 就是说在今年3月1日之前呢 你贷款是5.39% 那么你现在转成固定利率 还是5.39% 它就不变了 这是第一种 那么如果要转成LPR利率的话呢 它就要算一下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算法 但是小学数学水平的 基本上应该能看懂 也能弄明白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块的算法 不要让商业银行给你算错了 房贷利率啊 它就等于LPR的利率 加上加点 对不对 这是个公式 我前面跟大家说过 那么加点它等于什么呢 加点就等于房贷利率 减去LPR的利率 这是一个变通的公式 这里的房贷利率啊 就是之前利率5.39% 其中呢 LPR利率啊 一律按照2019年12月20日的报价利率 4.8%来计算 那么加点呢 就等于5.39% 减去4.8% 等于0.59% 这就是它的真实的加点 注意啊 这个加点数值啊 一经确定 它就永久不变的 你转化之后的房贷利率啊 就等于LPR的利率 加上0.59% 刚才说了 这个0.59% 就是加点永远不变的 那么按照现在最新的 LPR五年期的报价利率 是4.75%来计算 你真实的房贷利率啊 就说你现在转化之后的房贷利率啊 就是4.75% 加上0.59% 等于5.34% 那么这样你就会发现了 转化为固定利率呢 你仍然是5.39% 但是转化为LPR的利率之后呢 你就剩下5.34% 比固定利率啊 少了0.05个百分点 可以说相对来说还是划算一些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啊 央行给的这个选择呀 让大家选的不是说当下 而是未来 也许你现在换算下来了 觉得固定利率和LPR的利率啊 差不多 但是未来啊 还有30年的时间要还款 对不对 所以长期来看啊 它的利率的走势啊 就会对你房贷的还款啊 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开始可以说你只相差一点的利率 或者说看起来不多 但越到后面 它这个差距就越大 有的还款就越来越高 有的还款就相对固定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问题啊 未来LPR利率走势的问题 如果你的房贷啊 选择30年现有利率不变 就是选择固定利率 那么如果未来呢 LPR的利率下跌 你就亏了 对不对 利率上涨了 你就赚了 相反了 如果你选择LPR央行的动态利率 那么未来利率下跌 你就赚了 如果未来利率上涨啊 你就亏了 中国目前呢 是处于特殊的时期 经济啊压力非常之大 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呀 必然是宽松的 越来越宽松 可以说会不断的通过麻辣粉 刺激实体经济 同时稳定楼市 前段时间呢 央行就公布了 五年期的LPR报价利率 下调了五个几点 为4.75% 接下来呢 LPR的利率啊 只能稳定或者继续下降 没有任何提升的理由 可以这么说 随着灾情的持续啊 对中国经济冲击后的后果 也正在开始显现 中国在短期内啊 必须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以刺激经济 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让中国暂时度过难关 所以在短期之内啊 LPR利率还会继续的下调 这也是很多人呢 放弃选择固定利率 开始选择LPR浮动利率的 一个主要原因 市场呢 现在还有一种观点呢 就是非常流行 这种观点也认为啊 应该选择LPR的浮动利率 他们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中国目前啊 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完成 人口红利已经进入了L型的拐点 经济增速不复以往 那么中国的利率啊 就必须继续下降 这是中国的历史进程 同样也是其他发达国家 走过一定阶段之后的历史必然 他们举出的例子啊 就是目前一些国家的利率 一路在走低 尤其是日本和部分欧美国家 已经在实施负利率的政策 中国经济呢 可以说还有很大的潜能 这是他们认为的啊 目前中国人均GDP 已经突破了1万美元 是发展中国家 领心者 下一步呢 可能就是发达国家 所以中国未来的利率啊 他们觉得也会追随发达国家 接近负利率 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呢 市场报价利率啊 会缓慢的下调 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无论你之前的利率是上幅 还是下幅 都应该选择转换成LPR利率 而不是选择固定的利率 目前市场上啊 不管是官方的媒体 还是自媒体 以及一些银行 或者是市场上的专家的声音呢 都是引导大家 转换成LPR浮动利率为主的 不信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其实我是不认同 这种分析和判断的 他们这种选择呀 有两个假设的前提 而这两个假设前提呢 从长远来看是站不住脚的 他们第一个假设呢 就是说中国会从发展中国家 变成发达国家 要知道有很多国家 都是倒在了中等收入 陷阱里面 这个阶段其实是发展中国家 向发达国家过渡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很多国家都没有完成 转变成发达国家 都已经倒下了 这就陷入了发展中国家的陷阱 这几十年来呢 只有亚洲四小农 智利等少数一些国家 可以说越过了这个陷阱 从发展中国家 顺利的变成发达国家 我认为在未来30年之内啊 中国是很难变成 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的 未来负利率的趋势呢 也是无极之谈 和是否是发达国家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另外一个假设呢 前提就是说 通胀是可控 那么日本欧洲的负利率啊 基本上是在货币发行 可控的基础之上 通胀率不高的情况下 实行的它的利率比较低 实行负利率 他们的负利率啊 是为了刺激投资和消费 不要让大家把钱存在银行里面 但是啊 这样的条件 在中国完全看不到影子 无法实现 目前中国货币啊 超发非常严重 在一月份的时候呢 中国的总M2 也就是广义货币量啊 已经达到了 惊人的200万亿人民币 是美国和欧洲的综合 通胀呢 也在飙升 一月份中国的通胀啊 已经达到了 破纪录的5.4%啊 这是同比涨幅 可以说也创造了近10年来的新高 二月份的数据啊 可能会更高 加上目前呢 灾情呢 对工业品生产 和农业品生产的影响 供给缺口呢 也越来越大 加上货币超发的因素 未来的通胀 可以说会越来越高 高到底无法想象 虽然暂时刺激经济啊 需要印钞放水 需要降低利率 但是长远来看呢 要压制通胀飙升啊 必须采取加息的措施 要抑制人民币的贬值啊 也要加息 可以说这都是关系到 金融稳定和政权存亡的大事 参照去年 阿根廷加息已经加到了42% 俄罗斯卢布呢 在2015年大贬值的时候啊 已是加息到了18%左右 所以我认为啊 如果大家在今年8月31日之前 如果做出了房贷利率 以LPR为基础浮动 这样一个选择 意味着未来啊 大家可能会承担 远远高于以前房贷利率的利息 未来呢 极可能给你的家庭呢 背上一笔 无法偿还的负债 直到你断供 投降为止 我认为啊 最明智的选择啊 就是选择固定利率 虽然短期来看了 选择固定利率呢 不如LPR浮动利率划算 因为最近按照这种降息的势头啊 可能在一两年之内 对不对 这个LPR的浮动利率 选了这个的话 大家还得了钱可能会少一些 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看了 在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时期来看了 我觉得未来中国加息的趋势是会越来越高的 所以选固定利率呢 风险反而会小一些 能规避这样的风险 所以我建议大家啊 不要为了眼前的阴头小利啊 而将自己置于无法偿还的 天量的房贷利息上 这是得不偿失的 那些想占银行便宜的人呢 最终都是被银行占了大大的便宜 至于本次大灾难之后了 楼市会怎么走 可以说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首先呢 我要说的是啊 本次灾难还远远没有过去 至于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会对经济以及楼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可以说大家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退一万步来说啊 就算是灾情过去了 楼市啊 我觉得也不会像很多人说的那样 有一波需求集中释放的一个抢购场 更不会出现了房价报复性上涨 这种现象 我觉得更大的可能还是下跌 首先呢 因为灾情导致工厂大面积的停产倒闭 失业裁员是剧增 城市里啊 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啊 是急剧的减少 外来务工人员呢 进程也必然大幅度的减少 因为啊 收入下降 改善型住房需求啊 也将下降 这样的结果啊 就是楼市的刚需和改善性住房两大需求啊 同时下降 可以说 今此一役啊 有钱人和外资啊 对中国的经济的前景也会更加的悲观 那些投资炒作楼市的资金呢 必然会加速的撤离 中国楼市啊 也会失去投资炒作的资金 以前推动中国楼市向上的资金呢 可以说就开始撤离 开始釜底抽薪了 这意味着楼市的买盘了 基本上会大幅度的消失 刚才说的是买盘 我们现在看一下卖盘 一线城市啊 大部分都是有钱人 对不对 知识精英或者是财富精英 那么经过这一次大灾难之后啊 可以说很多人啊 对中国的前景 应该是看得更透了 那些前期啊 在移民上犹豫不决的人 我觉得经过这次事情之后啊 应该也到了一个痛下决心移民的时候 一线城市的房产的卖盘啊 必然会聚增 卖房移民的现象啊 就会风生水起 很多人可以说都会不择手段的抛盘 抛弃手中的房子 然后移民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疫情之后会出现中国另一波的 更大的移民潮 所以一线城市的房价啊 我觉得是很难上涨的 大幅度下跌的可能性还非常之大 二线城市呢 很典型 你想武汉就是标准的二线城市 前些年房价涨得也是比较凶 那么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啊 武汉毕竟是元气大伤的 对不对 楼市可以说武汉的楼市啊 是彻底邪菜了 这是没话说的 而全国对二线城市的悲观情绪啊 可能也会蔓延 因为毕竟在疫情的管理上 疫情的应对上 包括一些危机公关上 危机管理方面 我觉得很多人觉得 一线城市会做的比二线城市好很多 对不对 很多事情呢 没有发生之前都不知道 但一发生呢 是骡子是马 一溜就知道了 二线城市好 还是一线城市好 哪个城市的潜力大 空间大 逃生的机会多 这是毋庸置疑的嘛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抛弃 二线城市的房子 这是一个很大的理由 就是说对二线城市的房价 会非常悲观 除了极个别条件 非常好的二线城市之外了 大部分二线城市啊 可能会面临着抛售的对象 就是说疫情之后 楼市会出现抛售潮 这是二线城市 另外一部分就是三四线城市和县城 在前两年 国家的棚改资金撤退之后 很多三四线城市县城 它的房产的资金已经中断了 本来就已经出现了 供大于求的现象 可以说这种情况呢 是领先于一线 二线城市出现的 就开始下跌 现在很多农村城镇的务工人员了 他的买盘 他的购买力啊 基本上都在消失了 所以经过这次灾难之后呢 这些进城务工人员 周边的农民对不对 他想进中小城镇 中小城市里面买房 这种动力啊 肯定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 那么三四线城市和县城 我觉得他们未来的情况很不乐观 所以对全国 不管是一线还是二线 也不管是三四线还是县城 这些地方的楼盘呢 未来一段时间 一定是喋喋不休 手快的可能会能及时出手 那么手慢的可能就烂在手里了 成为烫手的山芋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 本次房贷利率的换毛啊 可以说救不了因为灾情受到冲击的中国楼市 很多人可能呢 因为选错了选项 就是说房贷利率的还款模式选错了 让家庭背上更加沉重的 更加巨大的债务啊 让家庭陷入破产的境地 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不管是对于楼市还是中国的经济啊 2020年一定是一个历史性的分水年 很多人都将被埋在2020年的春天里 希望大家听到我的节目啊 能够摆脱被埋葬的命运及时脱身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能源的会员网站 域名是3w.财经能源的全篇.com 所以音频和文字都将放在网站上 供大家查阅 大家也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序里面发起提问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